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基隆市中二路庆安公正对面的兴隆彩券行,5月1日开出史上第一个双赢彩投奖,12个号码全中,一注独得1500万元奖金。 台财总经理蔡国基今天上午颁给投奖商号降牌,现场还发放彩券,吸引民众大牌长龙,现场热闹。 基隆市长林佑昌说,台湾投基隆今年非常火红,今年初暖暖开出头彩到现在,基隆已开出三个头奖,过真是基地昌龙,首次双赢彩投奖落在基隆市人外区中二路兴隆彩券行,老板张时龙说,妈祖有宝币,当天连续见到两次老鼠出现,过真是老鼠要前来。 台财总经理蔡国基说,双赢彩4月23日上市,第一个头奖开在基隆兴隆彩券行,他今天来颁给投奖商号降牌,证明投奖是从这里开出。 蔡国基说,双赢彩推出以来很受大家期待,24号选12号码,权中或全部中都得投奖1500万,第一个开出的投奖是权中,二奖到四奖也是两种对奖方式。 二奖,12号码中11个或12号码之中一个,已有465位开出,奖金10万元,全台遍地开花,花50余元买一注,就能体验这样的乐趣。